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最大晶片代工企业台积电,今年8月宣布,将在德国建立其在欧洲市场的第一座晶片生产基地。 英国《金融时报》10月初报道称,由于欧洲缺乏半导体生产所需要的优质电子化学品, 不少为台积电供应化学品的台湾企业也考虑赴欧洲投资。 然而,欧洲半导体产业链的雷若,让不少业内人士质疑其可行径。 然而,台湾中央社11月下旬报道,德国宪法法院日前裁定德国联邦政府预算挪用违宪, 导致政府运作陷入危机,连带已影响对台积电等半导体业者的补贴承诺, 业界呼吁政府尽快确认裁员。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1月中旬判决, 联邦政府将2021年部分预算挪用为气候与转型基金违宪, 这笔协助转型低碳经济的基金规模达600亿欧元, 导致德国政府的运作因预算缺口陷入危机。 由于其中也包含对半导体业者设厂的补贴, 业界担心德国政府对英特尔和台积电的承诺是否跳票, 即无法兑现的支票。 英特尔打算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马德堡投资310元, 德国联邦政府承诺补贴9911元, 预计2027年或2028年量产。 台积电规划在德勒斯顿设厂, 规模于110亿欧元, 渴望获得50亿欧元的补贴, 预计2027年投产。 对此,中央社报道提到, 英特尔和台积电设厂的前提是获得足够补贴,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萨克森州两个地方政府, 因此对宪法法院的判决感到高度不安。 这对于位于萨克森州首府德勒斯顿的, 德国最大半导敌产业群萨克森西股是一个警告, 这项判决对设厂是不确定因素, 呼吁德国政府最好在年底前确认对英特尔和台积电补贴的裁员。 德国之外,台积电目前正在日本雄本县建设一家工厂, 该工厂由索尼集团和电装诸式会社投资, 预计将于2024年底开始生产先进至12奈米的晶片。 由于台积电位于日本雄本的工厂已取得重大进展, 目前员工数已破千人,计划明年投入量产。 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还将在雄本第一家工厂附近建造第二家晶圆厂, 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生产7奈米晶片。 台北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分析师Joanne Chow表示, 日本在晶片材料和机械方面的专长, 是该国成为台积电扩张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地点。 日本在半导体和原材料方面的关键作用, 加上与索尼的合作,为台积电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优势, 因为台积电在日本的投资有望帮助其获得先进材料和专业影像, 赶测其技术。 据台湾《经济日报》消息报道, 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正考虑在日本盖第三座晶圆厂, 生产先进的3奈米晶片, 有可能让这个东亚国家成为全球半导体制造重镇。 知情人士说, 这家晶片代工大厂建设计划已经告知供应链合作伙伴, 即考虑在日本南部的雄本县建设第三个工厂, 项目代号台积电FAB23-37。 据悉,台积电目前正在日本建设第一个工厂, 生产效能低一些的晶片。 第二家工厂亦在计划内, 目前还不清楚该公司何时开建第三工厂。 3奈米工艺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 等到新工厂量产时, 3奈米可能已经落后届时最新技术。 一至二代。 不过,无论如何, 一旦该计划得以实现, 对于日本来说都将是一个重大胜利。 SMBC日新证券公司分析师Riosuke Katsura预计, 到2035年, 雄本所在的九州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目前的50兆日元增至75兆日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一直在提供数兆日元的补贴, 以吸引国内外半导体企业的投资。 除了台积电, 日本还成功获得了美光科技、三星电子和利基电的投资。 日本官员还帮助国内初创企业Rapidus公司在北海道建立尖端2奈米晶片的生产线。 在建立国内半导体生态系统方面, 日本比美国行动得更快。 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美国也在努力建设国内能力。 日本政府已经向企业发放了补贴, 而美国政府还没有从晶片与科学法案中向任何一家公司发放一分钱, 该法案为半导体行业拨出了500多亿美元的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日前也公开表示, 美国半导体行业想要独立基本不可能。 张忠谋表示, 美国要重新建立一项台积电, capacity规模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 谈及美国晶片法案, 张忠谋说, 吸引台积电赴美设厂投资金额为520亿美元, 当中390亿美元为美国政府补贴, 但这是多年补贴的合计总额。 而台积电每年平均投资300亿美元, 甚至更多, 这是否能解读为美国吸引投资金额相对小。 张忠谋称, 无论是美国晶片法案或其他法案, 他觉得都是蛮浪费的。 如果美国认为可以靠花钱, 进入世界上最复杂的晶片制造市场, 那就太天真了。 他称, 半导体晶片制造极其复杂,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并讲究组装质量。 据了解, 一个3奈米晶圆厂的成本可能高达200亿美元, 其中包括用于生产的机器, 尽管具体的成本将取决于工厂何时建成, 以及如何获得土地和其他材料。 目前尚不清楚台积电预计在第三家晶圆厂投入多少资金。 日本通常承担此类设施成本的50%左右。 据知情人士透露, 当台积电最初计划在日本建立制造业务时, 其蓝图就包括多家工厂。 这样, 它就可以最好的利用为雄本园区建设的辅助设施。 消息来源表示, 该信息已与其合作伙伴和相关方, 包括日本公司广泛共享。 三名相关人士表示, 第四家工厂的可能性正在探讨中, 但由于缺乏土地, 有可能会选址在雄本县以外的地方, 比如北九州市。 台积电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台积电正在进行必要的投资, 以支持客户的需求。 他们目前专注于评估建立第二家晶圆厂的可能性,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信息可以分享。 台湾玉创科技董事长卢超群日前呼吁, 不应轻忽竞争对手都在努力追赶, 建议打造先进研发环境。 卢超群之言, 台湾未来一定要制造加研发, 上游加下游成为纵贯性, 产业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不能跟日本合作半天, 台湾反而空掉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